哈囉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 30分鐘在家玩笑鏡 我是韓文 我是芽芽 DMC4步驟的第二個步驟就是 想像 對 那芽芽你還記得我們上一次決定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嗎 電視櫃的問題啊 喔 電視櫃發生什麼事了 因為我會爬上爬高啊 嗯 代表媽媽就在後面很 不 帥 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會想要在電視櫃上面玩 然後爬高尋求刺激感 可是媽媽會在後面擔心你發生危險 所以會不高興是嗎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想辦法解決這個 讓你可以玩得開心 然後媽媽又不會擔心的問題 我們需要準備的工具有 啵啵啵字卡 發言默契 彩色筆 和便利貼 在發想點子之前呢 要先來建立一個發言默契 好啊 好啊 你會想到什麼詞呢 不會 我會想到筆 好 那你幫我把筆寫上去 要畫嗎 好啊 好啊 好 那 如果 7 這個注音符號 你會想到什麼詞呢 錢包 喔 那你幫我寫上去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 已經聯想完了對不對 那筆啊 你會想到 跟筆相關的什麼東西 可以拿來解決電視櫃 爬電視櫃的問題 筆殘殘肉 我覺得很像繩子啊 所以你想要把筆放在一起電的繩子嗎 對啊 那你幫我把它畫下來 然後貼在這裡 那 為什麼會想要用繩子來解決 電視櫃爬高的問題啊 我就可以像潘雅要有一個繩子 可以這樣子啊 拉著我啊 所以你會拉著它爬上去是嗎 可以啊 這樣就比較不會危險 對啊 因為它會掉下來啦 那 那溜滑梯可以怎麼解決 電視櫃爬高的問題呢 有可能在每個地方都放個溜滑梯 到時候掉下去之後 就在溜滑梯都溜下去 安全落地 所以你想要用玩溜滑梯來取代爬電視櫃 是嗎 差不多應該是可以這樣講 我已經有這麼多點子了 該怎麼辦啊 那不然你幫我想一下 有什麼是家裡的材料可以完成的點子 我覺得是溜滑梯耶 溜滑梯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用紙板做啊 哦 所以大家家裡可能都會有紙板是嗎 對啊 好啊 那我們就用這個來完成吧 好啊 楊楊那你知道DFC4步驟的下一個步驟是什麼嗎 實踐嗎 對 是實踐 所以呢我們就要把這個點子做出來 然後爸爸媽媽可以開始收集家裡的一些回收的材料 比如上紙箱啊 或是食物的包裝紙 晚安晚安 三十分鐘在家玩設計 我們下次見